这个第一个你可以把那个 我是放在哪里 安装程式里面 安装环境里面有个SAMP 然后如果你们需要的话 自己把它下载 然后怎么 至于怎么安装的话 你可以到那个 到我的部落格吧 你查一下那个吴老师 那因为这个是我最早 是教什么课呢 教那个PHP的 所以你们可以查一下那个 我部落格 左边这边有个PHP 云端资料铺懒人包 2015年 4年前的 这边也有SAMP 其实 有没有 在第一个单元 打造PHP跟MySQL环境 其实SAMP就是打造PHP跟MySQL 只是说我们主要是用它的MySQL 至于怎么架设 这边有图 你可以照上面的图 照着做 你的MySQL就弄起来了 管理工具的话 这边有影片 如果你想要 看那个 MySQL 或者你自己会RUN的话更好 很快 MySQL RUN起来 那你也可以用 Python可以连MySQL 甚至呢 你像我之前教VBA也有教到VBA怎么连MySQL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一个资料交换的一个中心的话 那你可以用MySQL VBA也可以存取 Python也可以存取 然后 PHP也可以存取 甚至手机的APP也可以存取 所以你可以不同角色 有的人增加资料 有的人是要看资料 那有的人要做报表之类的 反正你就可以 通通把资料放在哪里 放资料库就好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稍微说明一下 补充一下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玩玩看 那再来的话 后面我就是有 刚刚跟各位讲那个范例 就是再请各位试着做做看 就是合并全省邮渠地址 那你当然可以怎么做 你可以先下 先试试看三重好了 也许第一个三重可以过的话 再改成什么呢 全部的 全部的话我就黄色这个区块 其实主要就是什么呢 之前讲过啦 用那个os.work 把里面所有的 这个档案全部帮我抓出来 抓出来做什么呢 一个一个的帮我把它丢到资料库 所以开一个档 然后一直insert 一直insert 你也不用 execute 我这边用execute menu 那你可以怎么办 全部都丢到资料库 所以开一个 丢一个 开一个 25个 瞬间就可以完成 那我这边已经写好了 如果各位有 等下有时间的话可以试试看 先做三重的ok之后 再做全部的 那全部的话基本上 主要是把那个开档这个地方 跟insert into结合在一起 然后上面这个也是连网 连那个资料库 如果有的话把它删掉 那建ABCD 应该是ABCD 四栏而已 我是放在那个post01的资料表 开档之后的话 最后全部查出完 其实我印象中还蛮快的 一千多笔 其实执行一下 瞬间不到一秒钟 全部的资料都已经放到 资料库里面去了 如果假设要再确认一次的话 那你一样可以用seqlite browser 去开一下 这边里面的话呢就是 我有个post01的 post01出来了 因为我没有 特别给他栏位的形态 我就全部用test 然后就四个栏位 全部一个罗布尔坑 就全部帮我丢到这个post里面 那可以看到 总共有1294笔资料 全部都切割完成了 那这个跟之前的 那个档案型最大的差别 就是这个可以拿来做报表 那之前25个档案你要做报表 那就头大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后续可以利用它做 关键是查询嘛 你要查哪一区 比如说我想要知道说 哪一区有几个邮局 离我最近的话 对不对 如果最后可能它再加一个栏位 也许是坐标吧 然后再利用Google map 细算一下 我家最近的邮局在哪里 或者是将来你也可以写个app 离我现在最近的邮局在哪里 对不对 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那很方便嘛 对不对 甚至我离我最近的停车场在哪里 离我最近的什么东西在哪里 不是很方便吗 如果可以的话 甚至还可以结合Google map 可以帮我导航 直接导过去 这样就好了 OK 这省掉很多麻烦 但是这要怎么做 基本上一定要有资料库 没有资料库 很多东西都是空的 OK 所以理论上好像用来用去 你资料库不熟 你将来要做很多事情 基本上 看一看去好像应该是办不到 OK 所以还蛮强烈建议 各位可以多花一点时间 把Seql Line 还要买Seql 买Seql 另外你想说 老师买Seql 你没有讲怎么办 我跟各位讲 我真的很蛮想讲的 但是没有时间 不过云端上有没有放 其实有 因为我之前已经run过了 在哪里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买Seql 这个是Fireback 云端资料库 所以买Seql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 VPA可以 Python可不可以 也可以 所以以后 你说老师 那我VPA跟Python 怎么资料交换 很简单 我们两个都放资料库 你可以去 你可以丢过去 我也可以丢过去 你要抓 我也可以抓 我们两个 就直接在买Seql 里面当共用就好了 这个资料将来 PHP 或者是JSP 等等的 网页的社会也都可以抓 手机可不可以抓 也可以抓 所以以后 你可以把它当一个什么 中继的一个资料 资料的一个中继站 怎么去连 这边打开就有了 VPA怎么连 这边也有 对 这边也有说明 所以如果你们要看 这边都有了 然后怎么去开 然后都有说明 所以SAMP怎么用 这边都有 你就照着做吧 如果实在还有问题 我建议各位可以 在YouTube上搜寻一下 我以前教过的影片算了 比较快 不然的话 应该都有放 只是说放的位置 可能还要搜寻一下 应该都有交过 所以你就照着做 应该就可以达到 你要连资料库的目的了 会不会很困难 我觉得还好 城市真的不多 所以里面的话呢 就把它稍微改一下 大概也没改几个地方 就是import 第一行改一下而已 所以你会发现最大不一样 就是import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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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l而已 然后底下就是连线方式 必须要给它一个什么 host 就是给它一个IP维持 然后 它的username 跟password 给它 另外给它讲说 你的database是哪一个 其他好像都大 大体上都一样 底下的程式基本上 没有很大的差别 ok 有差别我会特别用黄色 和红色 让你们知道一下 因为这些都乱过 这些资源 你即便要网路上找 不见得找到 ok 下面先 没有切 我们先下个休息一下 待会的话 也许我们慢慢就要往前推进了 到那个网路上抓资料 并且也是一样再丢到资料库 好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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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